言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就講到 本來現在內閣已經有人負責 有人當首輔 那個新時恆又安排了兩個人來加入內閣 那皇帝本來就可以鬆口氣了 怎知道那幫賢官就不生性 紛紛上梳 有些要求拆立太子 有些要求將太子送出國讀書 有一個禮部給時鐘 叫做李獻河的 他上梳給皇帝 他並沒有直接提到要拆立太子 他只提出來 應該將皇長子送出國讀書 萬里一看就發火了 他又有些火遮眼 人家只提出來說 送皇長子出國讀書 他並沒有要求現在就拆立太子 怎知道皇帝就看不見了 發火 哎呦 此理 我都說了拆立太子 你怎麼整天都在這裡吹 於是皇帝就下令 將他 調去外地 降他三級 本來呢 好像李獻河這些芝麻綠豆的官 又不是什麼大人物得罪皇帝 降他級 調他出去 這些是小事一宗而已 沒有大了不起的 便邊邊這件這麼小的事 變成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啊 因為新任的首富呢 居然把皇帝的聖旨舔顶回頭 明朝有個規定 如果皇帝聖子不對有問題 可以退回去給皇帝 這個就叫做封環 皇帝聖子你都退回來 皇帝當然不高興 很沒面子 更加令到萬力皇帝火滾 就是那個首富王家平 居然鎮鎮有恥 頂撞皇帝 他說寫奏節的李憲康沒有錯 是你自己錯 因為人家寫奏節並沒有說要拆立太子 他只是說皇長子應該出國讀書 你陛下就沒有理由就降他 你要把他調去外地 你要不聽他的意見就算了 不應該罰別人的 所以皇上你這個聖子 我就不能執行 本來呢 你這個首富好聲好氣說 也就算了 是吧 你要這樣來拆穿皇帝 皇帝當然不服氣了 我提拔你當首富 你這麼小事都不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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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你不用上班算了 你回去休養 休養休養先回來 他就說得很對 我很贊成啊 你既然罰他 不如請皇上 連我都一起罰算了 萬曆當然不客氣了 立即批准他的要求 降職處置 那以前有個新事行在那兒 天大事情他頂了當 現在呢 什麼事都對在皇帝面前 要皇帝來處置 唉 萬曆就被他搞到筋皮力卷了 那些賢官還不肯罷首啊 一個賢一個來上梳告狀 有一個賢官呢 不過是七賢官而已 哈 他是官勢啊 職位低 但是水平的認真高啊 他講了一句十分尖銳的說話 他說 陛下 你助侍皇長子失學 敢做法啊 又欲忠社祖先啊 嘩 敢來罵皇帝得了的 說皇帝 你眼看著皇長子沒有書讀啊 你對不起祖宗啊 實禮祖宗啊 嘿 這個皇帝就生氣到幾乎爆血管啊 立即下令 將這個叫做盟養號的賢官 設職查辦 拉去五門 出力打一百大軍 如此一來呢 朝廷大亂 皇帝好像發神經一樣 大臣個個好像發癲一樣 官服烏沙 沒有 丟到走地 是 短短幾日 皇帝設了十二個賢官的職 嘩 幾日設了十二個賢官啊 那時候 放大駕在向下休假的那個王家平呢 也看不過眼了 心掛著朝廷的嘛 哎呀 這樣搞法 不得了的嘛 他就立即趕回來 想挽回奄奄一息的朝廷這個殘局 他引氣吞聲 先向皇帝認錯 說自己呢 處理理獻河這件事呢 有些處理得不妥當 激怒了皇上 請皇上不要跟他們計較了 算了 算了 慢慢來處理那些賢官 怎料萬曆一見到這個老冤家王家平呢 直接翻臉 破口大馬 豈有此理啊 我提拔你 叫你做首富啊 你上任之後 好事又不知道你做什麼 那些大臣更加瘡狂犯賞 你做大學士 不但會調和矛盾 反而你鼓勵他們作反 封還我的批示 故意激怒那些大臣 你見到我發火啊 你又炸病啊 躲在鄉下優養 是嗎 國家多士之秋 你還在家圓龍高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回去了 回你鄉下 安心優養了 不用你上班了 讓你休養夠說 黃家平 黃家平現在才明白 哎呀 紳士行真是難做啊 上額下頂 哎呀 好痛苦的啊 萬曼曆二十年三月 黃家平 黃家平連續寫了十二封咒說 堅決要求辭職啊 要回家忍退了 好啦 首富王家平就走人了 内国就剩下赵志高来当首富 张伟就当次富 这两个都是新时恒介绍来的 赵志高的人就比较软弱 但是次富张伟比较强硬 醒一同皇帝拗颈 皇帝见到他心烦 皇帝就想 哎 你这两个 一个就远来来不说得事的 一个就禁死牛颈 我不如另外找一个人来到主持内国 皇帝找一个人就是黄石掌 在万历二十一年 黄石掌就奉命入京城担当首富 因为以前黄石掌不是说 他母亲在乡下病了 回到乡下就没回来 现在黄帝就召入京 要他来当首富 黄石掌是苏州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 他二十八岁就入京会考 就遇到个新时恒 会考人黄石掌考第一 但是电视就只考第二 那些人说是因为黄石掌不够英俊 新时恒英俊的他 所以皇帝就看中新时恒 还有一样新时恒的人 讲话比较圆滑 所以就选为庄圆 考了第一 事实是否这样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黄石掌确确确实实 是一个文武相传 十分有本事 十分正直的人 万历五年 张居正 因为不肯回乡下 为父亲守校搞什么夺情 留在京城 黄石掌上门去斥责张居正 搞到张居正无地之用 有个御史 是黄石领的学生 因为批评张居正 被打得艳艳一色 黄石掌居然上前 抱着他的学生 同居一场 对于是支持他 张居正就不肯回乡下守校 惊醒大臣 个个都称赞张居正 说他以国家为众 黄石掌 就特意围难他 就去张居正家请假 他说我家父母在堂 我要回乡下进校 真是惊得张居正咬牙齿齿 而都杀了他 到万历九年 张居正病重 很多人都去探病祈福 黄石掌 不舍一顾 不理不理不睬 万历十年 张居正病死了 一场反攻 倒算张居正的事就开始了 抄家了 逼死了张居正的大仔了 人人都乘机踩上一脚来出口气 黄石掌公开表态 喂 张居正当政的人呢 他又没做错什么大事啊 是 张居正为人不正 但是张居正对国家有功啊 你们敢来对待那些后人 怎么办啊 万历十三年 他的学生 李直呢 想推他上台 代替新事行 做首富 他将李直大吶一顺 立刻辞职回乡下 过了三年 黄石掌的仔呢 乡市就考第一名 有人就讲闲话了 哎呀 作弊啊 此个老爸做个大官 黄石掌 听到这样 立刻要个儿子退出考试 放回家去读书 一路过了十三年 他下台了 他先准自己的儿子再去回市 一考 就回市第二 电视翌的第二 中个探花嘛 所以 黄石掌 是一个很正直 又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现在 万力就看中他 找他来收拾局面 黄石掌 果然不负所望 上任没耐 就将情况搞清楚 他就上梭给皇帝 指出目前的情况 十分危急 请 请 一定要尽快 最好就能够在万历二十一年 你都拆立太子 绝不能拖延的了 如果不是就很难控制局面 皇帝 皇帝收到他的封咒说 即刻写一封密信 叫太监送去给他 黄石掌 也看到皇帝这封回信 哎呀 真是可笑不得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收到这封咒节 真是为你的忠诚所感动 我呀 我去年也讲过的 今年呢 就一定要拆封太子的了 但是 昨晚呀 我看了一次祖训 就是祖宗的训事 就关于皇帝的家规 其中呢 我发现有一句话 我们的祖宗说 立的不立长 即是说 要立皇后生的儿子 不一定立长子的 我想足一晚 现在皇后还年轻 如果她生了弟弟 生了个儿子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如果已经封了皇帐子 做太子 那皇后又生了一个 那变成国家又两个太子 那就不行了 所以 我想来 想去 还是按照祖宗的规定来做事 等候皇后生儿子 生了以后呢 那就立的子为太子了 那现在这三个儿子呢 就一律封为皇子 要他们等下先 如果皇后没有儿子生了 那然就按次序 来到封太子了 那最多再等几年而已 这样做法 既能够遵守祖宗的分事 也能够将这件 策立太子的事办妥 照朕的看法 就这样做了 十分十分明显 万力皇帝 是花了很多心思 想了这个办法出来 哎呀 连老祖宗都抬出来 黄石雀看完这封信 就觉得十分难处置 你说那万力 是赖猫 但是他又赖得挺有道理的 你有多难拯他 黄石雀想来 想去 就想出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就是呢 要皇长子 立即拜皇后 做母亲 那他是大子 又拜了皇后 做母亲 就成为嫡子了 那封他做太子 就明正言顺 就没得拗了 另一个方案 就是现在皇帝 有三个儿子 一个就是皇长子 就是公妃生的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郑贵妃生的一个 还有另一个妃子又生了一个 那一共有三个儿子 第二个办法 就是三皇并封 三个都封为皇子算了 第一 皇后生儿子 那三个都没得争了 三个都做王子 如果皇后没有儿子生 那这三个皇子呢 就挑其中一个做太子 那按顺序来挑 就是皇长子 就必然就做太子了 哎呀 这位黄石雀大人 一世聪明 为什么想起 一个这么糊涂的办法出来呢 你呀真是犯了一个 不可弥补天大的错误啊 黄石雀犯了一个 什么这么大的错啊 欲知后事如可 且到下回分解了